就是再把前期名寫出 前期名其實你可以用格式化來改就可以了 我剛剛講過嘛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過來 貼上把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前... 直接拿這個來貼過來算了 複製取消 然後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它的基本上的架構都跟格式化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格式化是要把底色變成黃色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不是要把底色變成黃色 而是要把什麼呢 把同一列A藍的數字放在F藍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放 跟各位講其實這也蠻單純的 第一個請你把interview.color刪掉 那這個就是指的是它裡面的號碼 那我要把它放到F的某一個列的話呢 那記得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某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的話 很簡單 只要中間加一個等號 前面的話呢 就是你要放的目的地 所以你要放的是放到F嘛 那理論上這個是F2啦 我們先以F2當基礎好了 所以F2...這邊加一個F2 2的話就是第二列 所以呢 這樣的寫法 就是把找到的喔 比如說要小一點應該找到這個吧 應該是找到這個 他會把12直接就放到F2裡面去了 OK 然後再往下找 再往下找的話應該是找到哪一個 找到這個吧 他就把21再放到F2 所以這樣的寫法 執行會不會成功?會成功 可是你說 為什麼最後只剩39 因為39應該是最後一個啦 被找到了最後一個 因為都放在F2啦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只要想一個辦法 把這個2改成什麼呢 他這個數字會隨著 只要你跑一次就加1 有沒有 因為加1變3 4、5、6、7啦 OK 所以喔 這個做法很簡單 只要呢 有點類似像我們之前寫那個K有沒有 K等於2 什麼意思 但是我的初值一定放在第二列的意思 那我這邊就把2改成K就可以了 那底下在下一行寫什麼呢 應該猜得出來吧 K等於K加1比較好了 他加了1之後存回去 所以如果2有沒有 K加1變3嘛 存回去那K就變3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啦 這個等號在VBA裡面 你不能把它當等於 你不是說這個等號是等於 不是喔 這個等於 這個等號實際上是把後面的資料 把它複製到前面去 有沒有 所以找到12 它複製到這邊來 那這個等號實際上是後面的資料 把它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這個其實如果懂的話 以後應該操作起來 也不會那麼麻煩 好 那我們寫完之後 這樣應該OK了吧 我看一下執行 有沒有發現 因為當K等於2的時候 它會先放在F2 那等於複製一個之後 底下就是加1 那就放F3 F4 F5 一直到F8 就通通幫我列舉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個好像我們 在上一個範例裡面 另外呢 也有類似有K的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自己取 不見到叫K 你叫X叫Y都可以 它的初始值等於2 放這裡 然後沒跑一次加1就OK了 好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哇 馬上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 前七名清除 這一題的話應該就OK了 再加一個清除 前七名清除 好 那這個把它Enter一下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Enter Sub 那清除我是建議啦 你也不用寫個回圈 來來來來 我這個好像跑掉了 在這邊 加個小刮火 OK 好 前七名前七名 清除的話 直接用Range算的 Range Range就是範圍 然後呢 我要清除的範圍是F2 冒號到F8好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等於雙尼號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清除 意思說把這一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幫我清掉 執行OK 前七名OK 前七名清除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基本上六個Sub基本上就寫完了 所以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把這六個按鈕把它做出來 十做 所以最後我把這個 最後一個 那 我會先貼啦 再來把它改 這邊的話就六透彩清除 那這邊的話就格式化 記得按右鍵 這邊有個指定聚齊 然後可以把它選取之後修改它的名稱 所以我剛剛這邊總共 那一個前七名 不然 剛剛選錯了 這邊 前七名 格式化 確定可以WALK 然後格式化 確定可以WALK 然後格式化 把前七名清除 這樣就OK了 總共有六個按鈕 OK 程式的話基本上 雲端白板上面應該都有 只是有一些我是用圖的方式 所以你這個沒辦法複製的 你這個要自己打 OK 那這個Public 這個不用打沒關係 打後面Sub就可以了 打Public 沒關係 沒關係 不打也沒關係 Public 就可能共用 你要不要把Sub共用 打不打在這邊VBA不影響